就我们刚刚提到这武器 他们到底在整个战略的部分 是否有许多的一些缺失 那另外还有一个谈到补给 这次的补给大概也让大家 这个应该叫真的是大开眼界 还有那种这个没有油了 它还会跑到紧急去要油 所以这个补给的部分 看起来是在这一次来讲 会让大家觉得大开眼界怎么会如此 这件事情我比较好奇 就是说当然请教一下中校 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一个 以目前来说 到底他们的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的问题 真的跟中国来求助 中国会怎么回应 实际上老罗斯不缺资源 老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 他也不缺粮食 他只是轻敌了 他认为打乌克兰不需要那么多部队 所以他一开始就腾兵12万 他就觉得就够了 这个一开始进去作战的话 这12万里面估计也就是5、6万进去了 也就是想威胁乌克兰 都没有真正的进去 最后一打实力以后在后面再调部队 大概又调了八万 就仓促地调动这个部队 所以仓促的情况下 导致这个供给跟不上 这个现象也是存在的 他们现在在吉普的前几天 在吉普就是有60公里长的这个道路上 部署了这个很多的坦克和转甲车 他们这时候是等待着空中 制空权都到以后 他再进来 而且他们进行的计划调整的是 围住吉普 不打算进攻吉普 因为吉普有三个原因 他不想去进去 第一个 吉普是这个东 叫东斯拉夫这个教的这个发源地 它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个 一个圣人 一个叫宗教的一个圣地 里面很多古籍建筑 就是说如果打现仗 把这个城市打没了 这个东西 他们都有机会 他只是为而不打 所以俄罗斯现在大的军事动作 从南边开始 从南边开始一个 第一个就是巩固克里米亚 黑海和亚索海 巩固出 让乌克兰没有出海 没有出海后 成为一个内陆国 西方国家 大部分的军 这个战斗力 特别是你看美国 美国海外作战 它都是航空母舰战斗群 它是从海上来的 如果把这个黑海和压缩海 这地方控制住了以后 把克里米亚打住以后 这个对阻挡西方的这个进攻 是非常有效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它现在对乌克兰的西部进行攻击 西部攻击需要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阻止西方的援助 炸弹地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 甚至消灭国际上的雇佣兵 乌克兰都从欧西这边 从那个波兰纳 从那个欧洲这边过来 它动作在这两边 刚才讲到这个中共 这个俄罗斯对中共 现在有个要求 说希望中共给它提供 这个军事装备和这个战备物资 我这么认为 提供军事装备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俄罗斯 它本身中共就从它那里来不及装备 但是它的战备物资是肯定要的 它不是说战争时期 在和平时期 它的这个战备物资 包括这个军队用的一些东西 除掉枪炮子弹这些东西 它不要的话 包括俄罗斯的军队的服装 其他的东西都是中共提供的 那现在情况看 中共表面上一套 说要保持中立 实际上它做的事情 它是坚定地支持中共 因为普京一玩大 分完尺寒 他也 就是说 他不但他的目的达不到 他也会在世界上 不立无远 所以他不可能看着 俄罗斯 这个失败 他甚至希望俄罗斯 直接跟北约干起 这一次欧洲大战爆发以后 美军一调过去 美军肯定我前面讲的就是说 北约的力量 军事力量有限 它现在都是一些小国家 你包括德国那么大的国家 它的军费开机是非常小的 他要用钱 用在老百姓这个经济方面 所以他们力量小 他们抱团去了 就形成一个北约 来对抗 如果说 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以后 美国肯定要讲 美国是北约成员工 而且是老大 你不来肯定不行 美国一参加 亚太地区就要调兵过去 中共等的是这个东西 习近平中共为什么支持俄罗斯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 他也不是傻瓜 我给钱给你打 他有他的目的 这个毫无疑问的 这个目的是很清晰的 那就是你俄罗斯在前面打头阵 一方面试探北约什么反应 美国人什么反应 最好把美国人牵过去 他在这里就好动了 所以中共支持俄罗斯 是坚定的 他也没 习近平没有退路 那现在就 有个情况就是 我还顺便多讲一点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脑残 红粉五毛 一味地去顶俄罗斯 第一个 没有讲法的自由 你只能顺着政府讲 你反过来 你要讲一些不好的东西 他马上给你封瓦 就把你抓起来 所以你在外面听不到 很难听到这样的人 在一个中国人被共产党吓坏了 弄怕了 不敢说话 并不是老百姓不知道 我们这几天正在做这些项目 把这个国外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告诉国内 我们其实在做这些 那俄罗斯不一样 他好歹他还是一个民选 他虽然也是一个半独裁行政的 但是他有些声音还可以放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全世界很多人就是认为 好像中国是团结一致要贼心的 实际上支持普京的 就是习近平和他的一个习家军 你包括中共党内高层 都有很多人不赞同习近平的 但是也不敢说话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我这两天也看到了 这个东北的一些机场 包括到俄罗斯的火车 从这个晚上白天的往哪开 运气占备勿资嘛 还甚至火车往那个丹东 往朝鲜开 因为朝鲜也在支持俄罗斯 那么他也要 习近平要动用周边的这些国家 去帮助俄罗斯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印度 印度跟中共边界谈了十几年 是几十年没有达成一个限制 前两天达成一个限制 那么大家都看在俄罗斯普京 这个老大哥的面上 达成了一个限制 实际上普京现在很大的希望 寄托在亚太 他真的希望打击了以后 他可能逼着习近平 在亚太给我动手 这个给他一些援助吧 就是说这种支援吧 中共的生态目前就是这样